總共幾個重點 第一個 我把這個先打開一下 程式碼裡面 所以請各位把這個程式碼 點擊 彈出一下 快速來看一下 因為剩下的時間不是很多 所以我們就直接來看 首先的話 直接看到這邊 往下 第一個的話 我們是用錄製去記 剛剛做的 就是 單次的部分 不過這邊的話 這邊是把它改成8 改成8改成9 等一下你們再試試看 如果8不行的話 你把它改成9 那這個地方的話 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批次的 所以其實這個第一個 剛剛這個網址 關鍵就在這裡 這個是我們要修改的網址 丟給他 對不對 還有哪一些需要修改呢 其他的話再來 我們來 刪除就工 這個剛剛講 之前講過了 一個一個把它做出來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批次來做 第一個的話 我們也先不要太大 我們先怎麼樣 自動的 把 總共有幾個呢 總共有 這麼多個 我把這個 新增工作表這一段程式 先把它放在這邊好了 我們先把它 放到 我把它放在股市 這個 我把它先 這個先關掉 剛剛的這個 問題 05這個 先把它關掉 那接下來我們就直接練習這個 股市 當日行情這個好了 那首先的話 我們先試著 做出就是說 先新增工作表 但是還沒下載 按部就幫他來好了 OK 請各位先把這個檔案先下載 請各位下載這個檔案 第二個的話呢 練習一下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我先在第一 第一列上面增加一個 它的欄位名稱 這個是類股 這個是網址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一樣 一般的話 我給它一個欄位名稱 接下來我希望按下 可能就是 按下一個按鈕 然後這個按鈕的話呢 它的名稱也許叫做 P4新增工作表 然後它自動就可以幫我 P4新增這個工作表在底下 那怎麼做 實際上特別注意 我們第一個跑回圈 所以回圈的話是 第2列 4i等於第2 到第多少呢 第34 那你可以用抓的 抓到最下面對不對 這個前面都講過了 再來取得 A欄裡面的 Sales i 豆.a 裡面的 然後呢 再 用sheets 點什麼呢 add 有沒有 新增工作表 然後呢 add之後的話 把它重新命名 改為什麼 改為這個名稱 所以程式寫完之後 應該這個 前面都有講過了 所以我們快速來看一下 4i 等於第2列 一直到 這個sheets 第1個sheets 的 A2的最下面一列 所以應該是34 34 應該沒問題吧 然後多一個ness 再來的話呢 我取得 這邊多一個x好了 這個x變數呢 取得水泥 先放到哪裡呢 放到x裡面 再利用add 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前面這個都講過 新增一個工作表 放到後面 重新命名 叫做x 這應該沒問題 然後最後的話呢 全部跑完之後 又幫我把優標放在第1個 好 試一下 這樣有沒有 應該沒問題啦 OK 來 資新 全部都跑完了 33個 沒問題 再來 需要把它刪除 刪除剛剛講過 除了第2個以外 用 反序的 方法 把它step 就是 反過來刪 還記得吧 然後呢 全部把它刪掉 這個應該沒問題 刪 有沒有 增加 刪除 OK 好這個時候 所以以後如果說 你們要 先做出批次的話 你可以先做出那個 還不要放東西 先做出來 再來第2步 就是思考說 再來我要把東西放到裡面去啊 所以需要再去抓 B欄裡面的東西 所以B欄裡面的東西 剛剛不是有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Y 對不對 那所以 再來就是 批次新增工作表 與下載 所以這邊的話 先放 煙